大家好 我是索菲娅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秋凉 而且天气非常的不稳定 时冷时热 今天天气比较暖和一些 但是明天后天晚上 夜晚这个温度又会下降 会降到30多华氏度 今天还是要把我的番茄给收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些番茄 这就是西红柿 虽然都还没有长成红色的 因为我种的比较迟了 所以它们还是绿色的 有一部分开始发黄 但是由于阴雨天气 最近经常会下雨 而且晚上会降到30多度 所以这个对番茄的生长是会有影响的 我准备把它们摘下来了 在家里头让它们承受 看这些番茄长得都是很大的 但是种的晚了 因为我们波士顿的气候很冷 对它们的生长不是那么有力 早种又因为天气冷 迟种就没有那么容易成熟 因为我种番茄我是用播种的方法种的 现在我要把它们摘下来 这里有一个长得黄色的 可以摘下来的 看这个黄色 还有一个这里 可以摘下来的 这个黄一点 这个还是有点青色 不不要紧 都可以摘下来的 这个可以摘下来的 这个可以摘下来 这里有一个好大的 这里有一个好大的 这个 这个好大 其实像超市里的这些番茄 它们都不会说长成了才摘下来 都是还是绿的时候就把它摘下来 所以 还有一个 里 很大一个 里 长得都很大 好大一个 之前呢 我说的这个青梦就是那个花绿鼠 经常来吃 最近好像好一些了 它不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可能是吃够了 找到别的东西好吃了 所以最近不来了 所以给我留下了一些 这个也可以摘下来 旁边那个太小就不摘了 把大个的就摘下来 可以摘下来 可以摘下来 这个也摘下来 这个也很大 这个也很大 看 这里有好多好大的 这些都可以摘 这些都可以摘下来 要不要摘下来 颜色 如果要去摘下来 我要摘下来 来 先摘下来 子 这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也好多 这里有一堆的 因为多所以它长得并不是很大 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片 讲有一个地区 我忘记是哪个粥 它们就喜欢吃这种青的西红柿 它是好像拿来炸裹着粉炸来吃 我曾经好像也试过学着它们这样做来吃 挺好吃的 它们专门吃这种青的这种番茄 因为有说是青番茄容易有毒素嘛 但是好像它们经过这个 就是炸来吃以后就不会有毒 如果是不摘就容易烂掉 这里有一个好大好大的 把这个汁都给压弯了 之前这番茄是挺多的 我接了很多番茄 我接了很多番茄 这里还有一个 这还有两个 这里一个 还有一个 这 我从这边来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 看我都给它摘了放在这个箱子里 放个纸箱子里 这里还有三个 三个中等 这种形状 长得像桃子一样的形状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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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鸡你看都给压弯了 这一下挂了四个 我们这里最主要就是这个天气 天气冷了也涨暖了也迟了 不像加州那边的天气比较好 温度总是保持那么多度 而且晚上的温差也很大 平常都是会到三十几华氏度 所以容易把它冻伤 这几个虽然很大 这个可以再一个 还有两个 这两个可以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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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里准备 有点烂的 但是不要紧 这里 这里还有两个摘下来 这里有三个吧 这里有大的摘下来 小的也是厉害的 小的就留下长了 也长不了了就不管了 这两个 这里有两个变黄了 这两个 挺大的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这两个 这两个 有一个开始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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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黄色 有一个开始摘下来 金黄色 这个摘下来 而且挺大个的 我这个品种是 bip stick 我喜欢吃这种品种 它这个品种里面的 纸很少 因为我不喜欢吃番茄里面 有很多这个纸 这种是 你觉得摘下来 你觉得摘下来 我记住这种比较 这个摘下来 它跟它们摘下来 有每一个摘下来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個在這裡 這裡一個 這裡雕的 這裡 第三個 第四個 我的手都抓不下了 第五個 這裡一共有五個 這裡有好多個 這裡有四個 四個大的 四個 這個 兩個 下面還有 這底下還有 這個 都種得 墜下去了 一塊 那邊 超級 高 高 高 大 高 大 和 这里有两个 在底下还有两个 这里还有一个 这是底下 看 这里还有 这个好多 最主要就是品种 还有买的这个本身它没有病虫害 买的这个番茄我种的时候是取它的种子 这个番茄本身它没有带有病虫害 它就不容易有病 我现在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本身这个番茄它之前 它带有病虫害 那如果你播种后 它就会有病虫害 所以看来还是自己种的种子比较好 种子种呢 主要是买回来的这个番茄的这个品种 没有病虫害它就不会有病虫害 这里有两个 这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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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则 这边有 这边有 这里有 这边有 再加尔 这个留的真的太小了 这个再加尔 这个再加尔 最下面还有两个 再二个 再四个 还有这座里边好有 这里有一个是金黄色 这两个先摘 这两个是黄色 这个金黄色 金黄色 这还有 这里有好多 这里 放到箱子的时候 手拿不下了 放在箱子里 底下还有 底下 它掉下去了 它重了 找到了一个 这里有两个 看 这里 还有一个 这下边 还有一个 吊在底下 捡过来了 吐 吊在底 挤到这里头 挤到这里头 有一个 挤到这里头 有一个好大的 拿出来 再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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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几烂了 这个 这个很大一个 还没吃 我这里烂了 看这是刚才 大大小小 摘了一堆的番茄 有些金黄色 有些黄色 有些还是绿色 那我就给它拿回家去 现在我取了一个大一点的箱子 先拌 这些呢 采下来的最轻的 番茄 先用四 把它放在这个大箱子里摆放 好 这样摆放开来 因为刚刚的箱子呢 比较小 它挤到了一起 这样就可以给它 有一定的空间 每一个番茄 而且我还会留意一下 有烂的 有烂的 就要给它拿出来了 如果是烂的放在里头 混在一起 会影响到其他的 就是看一下有没有 不好的 有烂的地方 这个这样子没有问题 它不是烂 它只是一个 一个把 好了 全部摆放好了 然后呢 我会在里面 摆放好了以后 现在我呢 放上两个苹果进去 然后再放上两个香蕉 就要它们在一个通风 有阳光照射的地方 它们很快呢 就会变红了 放了第二天 它们就开始 滤入细细细变红了 而且跟摘下来的是 差不多的口感 切开里面也是很粉 要看 再放上两个小时 再放下来的 我们在这里